港股在上周五出现技术性反弹 淡有即时被杀至一颈血 究竟港股能否继续上升 这要视乎三只内地科技龙头股 腾讯700 阿里巴巴9988 和美团3690的反弹能力了 如果这三只股肯继续反弹 恒指应有机会挑战20天线19284点 或更高水平 大市已升了1000点 究竟在现水平追不追呢 这正是散户要面对的疑问 因为当恒指跌到18000点时 大部分的散户 以为恒指会继续跌下去 所以不肯入市博反弹 但如果你有看过不者上周所写的文章 关于恒指已经连续多日 处于保力加通道三个负标准差水平 反映港股以极度超卖 港股急弹将会很快开始 现水平追入大市无疑涉章 但由于美国经济正在放缓 原储局已没有太大空间去不断加息 所以在这个经济周期下买入一些低P 和高股息的股票是有作数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的爱股中信股份 267 以从低位8.92元展开反弹 看来这次反弹浪会起码升至10元 如果大家手上没货 可以考虑在9.5元买入中信 博者股回升至10元楼上 感谢观看